新车漏油,维权无果。西安女子一气之下坐上奔驰车盖上哭诉,此后奔驰饱受诟病。然而这并未影响奔驰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根据代姆类官网公布的销量数据。 4月份梅塞德斯奔驰品牌的全球销量为181,936辆,同比下跌5.5%。截至4月底,奔驰品牌今年前4个月的全球累计销量为742,809辆。较去年同期下滑5.6%,中国市场却逆势而行。 奔驰4月在华销量创同期新高,为5万7707辆,同比上涨0.8%。截至4月底,奔驰2019年在华累计销量为232,050辆,同比增幅为2.2%。 4月11日,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的视频流传。讨伐奔驰的声音不绝于网络,4月13日。奔驰官方发布声明表示, 已派专门工作小组前往西安,将尽快与客户直接沟通。西安之后,郑州、兰州、广东顺德等地奔驰4S店接连发生坐车盖世维权。 4月16日,西安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西安奔驰漏友事件成立专案组调查。同时税务机关已进入现场,对所有收据进行核实。 当晚,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西安奔驰女车主和西安丽芝新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 5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西安奔驰漏友事件及相关问题约谈奔驰。 约谈奔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指出。西安奔驰漏友事件暴露出汽车行业一些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4S店收取金融服务费,曲解汽车三包规定。 售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是广大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痛点。 全国汽车消费者投诉受理处置平台车质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13日。 2019年以来,奔驰品牌受到投诉358起。 投诉原因包括发动机、变速箱等,涵盖奔驰品牌旗下多个车系。 代姆类奔驰方面在约谈会上回应称,目前,奔驰正在开展全面自查自究。 已经明确要求全体经销商不得已提供金融服务为由收取费用。 下一步,将认真落实总局整改意见,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奔驰整改下,你会买奔驰吗?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